大家早上好 张晓东在美国加州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美国现在一个生物公司宣布 正在抓紧研究抗击新冠病毒的药疫苗 他现在正在与时间赛宝 增取早日能够投放早日投放市场 大概的时间是今年夏天 所以我们要顶住啊 现在预计的像中南山啊 像有些专家说要到到六月份 有专家预计是到六月份 可能就会好一些 这预计是一致的 十四日在日本 有一个六十岁的确诊病例 他是从美国的夏威夷 回国以后出现发烧的症状 没有明显的与那个新冠 新冠患者接住室 所以是欠在的是非常多的 美国这个 日本这个已经确诊 日本是确诊病例是259例 是非常大的 海外是500多例 他最严重的是那个船 就是钻石公主号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恐怖的邮轮 它是有355例 总共3700人 355例感染 送医院去治疗 事为专家认为 现在是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防控 新冠病毒 有可能在全球蔓延 有三分之二的人 有可能感染这个病毒 三分之二就25亿 25亿 这对人类来说 是一场大灾难 哈佛大学 教授 说 就是 现在如果 没有出现 感染的那些国家 和地区 如果没有做好 有效的预防 也有可能 被预染 现在只是一个 病毒的一个大酝酿 酝酿时期 在山东日照 有一个人 他们是 之前有人是确诊 新冠病毒 确诊以后 他们与新冠病毒 这个有接触史 然后被隔离 妻子 儿子 女儿 一起隔离 隔离十天以后 没有测除 没有测出来 没有测出来以后 他们就回家了 十天以后 他出现发烧 咳嗽 然后又到日照的医院去看 确诊 他的 妻子 女儿 儿子 全家 全部 感染上了 无症状之后 已经感染上了 所以这个现在是无症状 美国也承认着是无症状感染 所以比SARS更狡猾 更严重 有人说 这个新冠 这个病毒 智商在一百四以上 所以 如果大家还傻傻的 那就是 会成为下一个 被侵袭的对象 湖北 现在 有一个是 电影厂的 电影厂的 姓常 他是写下了自己的遗书 他是 死亡 新冠 这个死亡 他是新年的时候 酒店 酒店取消 年夜饭 在家自己做了 做了给 妻子 给自己年迈的父母 然后一起 一起庆祝了一下 吃了一下 过了个年 过了个年 然后 他的父亲就 那个 感染上了 感染上 确诊了 确诊 然后他 一家 一家 妻子 母亲 全都被感染上 感染上 他的父亲 出现的状况的时候 他是去 湖北 那个医院里面 求助 没有病房 没有病房 可以住 在家 隔离 然后 当他们感染上的时候 也是 病房 特别紧张 所以他自己 写下了 遗书 写下遗书 把自己 最后一次 尽孝 这个 现在是 有名 有姓的 也出了 出现了很多 或者说是在某个领域 有一定影响力的 出现了很多 更多的 是默默的大多数 不知道名 不知道姓 在温州 城市广场 城市广场出现了一个 保安确诊 保安确诊了以后 隐瞒了自己的 那个症状 因为没有钱去看病 隐瞒了症状 你想他城市广场 一个保安 他 他成天在那个 城市广场转 所以说 那个确定是 有一千三百 有一千三百户吧 被隔离 这是待着狗狗在溜弯 上上下下 很 很高兴 一千 一千三百户 所以温州现在也是 还有最关键是 有些 小康以下贫穷的 贫穷的人 他确诊以后 他没钱看病 没钱看病的话 他就凹 他就凹 他觉得自己能够凹过 收入微博 一看病 他就变成赤贫了 这个 变成赤贫这种 我们现在看看阳光 我们现在有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只有蓝天 只有 云朵 只有 干净的空气和水 这是我们的财富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这是我们拥有的财富 应该感谢上天对我们的厚爱 所以每一天情况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美国确诊的还是15例 然后加拿大也没有封关 加拿大也是提醒 就是来加拿大的华人能够自我隔离14天 然后24小时 向当地的公共部门报告 报告自己的情况 他拨款 拨了655万 去防疫 防范这个新冠病毒 所以 在以色列 在枯墙那里 犹太人 再为 中国 新冠病毒 这个 还有世界上这个 祈福 祈祷 祷告 向上帝祷告 大家在自己做自己 能做的 更重要是防范 采取有效的措施 去防范这种病毒的蔓延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 能做的 我们做得到的 我们要去做的 我们要做得到 我们要能做 所以 所以 晒晒阳光 我们是 感觉到 幸福呀 晒的身上是暖暖的 因为现在 在北方啊 还都是冷的天气 武汉还出现 稻冲寒的情况 低温呢 低温对这个病毒的 滋生非常的 还有这个 黄灾 非洲的 印度巴基斯坦的 黄灾已经起来了 所以 全球的粮食 供应 粮食安全 是个 隐患 大灾之后 必有出现 粮荒 所以 再储备点粮食 好 这是 张晒东在 美国 加州 给您带来的报道 拜拜 享受阳光 享受生命 再见